歡迎收看萬事都可聊 歡迎安夏老師 嗨 大家好 看老師今天穿著就知道了 火象一下 火象一下 我以為你等一下是有拖就對了 早上十點半 沒有沒有 就你們這拖 這麼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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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的是火象星座 對 火象星座是很容易有 個人魅力的一區 真的 今天來的是三個人 他們個人魅力都很強 有的長得不一定是很好看 但是很不會啦 今天三個都好看 三個好看 三個都好看 對 但他們三個真的 個人魅力不管是 很不一樣 對 不管是在球場上面 或者是在私底下 或者是他們的個人的一些 對 美不特質這樣子 其實都很有名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今天三位 特別來賓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安 脾氣上面應該是最難捉摸吧 應該怎麼說 因為可能說來得快 然後可能 所以你是來得很快的獅子座 對對對 OK OK 下一位 歡迎子萱 大家好 我是子萱 我是最開朗的射手座 開朗的射手座 我以為你是最多變的 那之前還不是這顏色喔 那之前是 他之前是什麼 奶茶色 你一個大男生 染奶茶色 來 大家好 我是 古毛 我是最活潑的是什麼座 活潑 我滿素人比較連海高的身材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三位 第一位不用講話 再來就是我們今年 新人王呼聲極高的子萱 再來又是我們 新人王呼聲極高的古毛 哇塞 那你覺得他們兩個人 就是新人王 哇 這很難耶 是可以這樣預測 會不會沒有預測好 等一下我就 我不敢 我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就是 退給 你看他們的星座命盤 今年比較適合誰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沒事 反正你又不是籃球人 你講錯也不用負責任啊 真的嗎 當然啊 你管他們的 喔 好好 就今年子萱應該會蠻有希望的 喔 子萱希望比較多 可能會 比較大 我要不要跟他握手 看外表 不負責任的立場 有沒有 對啊 是看 看外表 怎麼看 因為今年啊 會有很強的水平能量 所以今年就是越怪的人 越敢突出的人 特別是 這兩個不都是手啊 子萱的髮色也是很大膽的人 就是越離經叛道的 越大膽的 然後越不跟別人一樣的人 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 有啊 他還蠻離經叛道的 對 就說 是不是真的是MVP 或是什麼獎項 不知道 但是球迷肯定會給予很多的關注 剛剛的意思是說 MVP的長相不一定很好就對了 我不是這樣 白怪就會結婚了 他只是因為被人家打到 然後你那個有點發 沒關係 我很堅了 老師用他不負責任的這個專業率 去做了一個推測啦 對對對 苦毛沒事 苦毛 你別用贏我們 對啊 你現在應該可以少講點話了 沒有 沒有沒有 那因為呢 火象星座也有時候會給我們一些 刻板印象 在他們身上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符合的 對對對 但是給我們的刻板印象呢 就是說 火象星座好像比較容易生氣 他比較容易暴走 暴躁 暴露 對 像我本身呢 你們不要看我這樣子喔 我有一個姊姊 我姊姊是射手座的 他那個發起飆來 你知道 以前台皮隊達星的時候 他拿那個加油棒去尻達星那個吉祥的小老虎 對對對 三位 上一次就是突然發飆 真的是很氣 發飆是什麼時候 昨天 昨天 就比賽啊 比賽 昨天你還好吧 有啦有啦 苦毛友有看到啦 不是他就憨生啊 不是憨生 他拉你什麼褲子 對 他就上完膽就上完膽 還要拉我 不知道為什麼他拉我 我就生氣了 但沒有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對啦 就慘悲非常好朋友 好朋友歸好朋友 但是他還是要打他了 對 比如說跟老婆吵架 他不敢 他也哭他不敢 我老婆也獅子座 你老婆也獅子座 那你們兩個都是獅子耶 哇 這什麼 所以 很硬碰硬耶 會不會跟老婆吵架 會真的吵架嗎 會 他也是 有時候真的是生氣了 我時候真的生氣了 他就知道不會是 我總是在禮攔他 或是什麼 喔 所以你們兩個的默契 就是說大部分時間 是你會先低頭 但他發現你真的生氣的時候 公司真的生氣起來的時候 他也會有這種 也會有 對對對 喔 真的假的 其實是疼老婆的 他哇塞 他疼老婆疼到發瘋的意義 你知道嗎 每次練完球 中間可能比如說 今天晚上練完球 然後明天早上 要等於十年後面 他就去 要嘛去開車衝回台中 要不然就是趕高鐵 一個T1聯盟MVP 趕高鐵 然後沒有自由坐 然後坐在那個廁所的門口這樣 太快了 然後那個推車的那個小姐 還說 欸不好意思借過家 對 你知道嗎 他疼老婆疼在這個地步 哇 對 可怕 真的真的 因為他剛好是管愛情的一個星座 所以獅子座 我覺得在關係裡面 特別是男生的獅子 是真的很疼愛領犯的 直軒內直軒 雖然是年輕 然後新加入的 你們兩位都是蔡英雄 所以可能比較少會在 球長上有那種 真的是很生氣的時候 對不對 我應該最生氣 應該是對台藝的時候 喔 台藝 喔 對 對 喔 又是炒薰香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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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在上籃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就是 放手 然後他用拐子打到我的眼睛 打你的眼睛啊 然後我那天好像去看醫生 然後就眼角膜破裂 眼角膜破裂啊 眼角膜破裂 你還可以去打球啊 就把那個打完啦 把那場打完 你當場還 當下還打完 然後 再去看 你再去看醫生 眼角膜破裂 那個眉骨 眉骨破掉 然後要去逢 那個還嚴重 你還是把球打完 真的很敬業 真的很敬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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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比較急破戲啦 我這樣比較急破戲 同樂的自己 然後是打完 趕快越痛 然後一直流眼淚 喔 一直流眼淚 真的假的 那場是贏了還是輸的 贏了 那場還是有贏了 知道 然後小絕姐以為說 你是這麼感動 結果其實不是 不是很痛 喔 OK 鼓毛咧 有點想不太到 但是如果 你本身脾氣是好的嗎 有 我覺得 因為你永遠都是這樣 有點這樣 姿勢笑非笑 笑得我心裡發寒的那種感覺 越來越大了 越來越好 真的嗎 其實 國小 國中的時候 其實脾氣蠻不好的 那個時候可能是比較 有任性啊 小朋友有任性 那現在慢慢的脾氣比較 現在就比較變成熟一點 成熟 那照這樣的軌跡看來 你以後會變成一個殘屍啊 哇 越來越好 那種 我覺得事情真的有點神奇 氣到過不去 有 那應該就是 上個禮拜就會還神奇 哦 很近耶 沒有 因為我們 昨天他們有來跟我們握手嗎 有 有 有 因為我們兩對關係是相當不錯 我們有禮貌 不是 因為我們兩對關係是相當不錯 先說他個人啦 好不好 個人為什麼上個禮拜神奇 自己打不好 沒有 就打不好 然後團隊也就是 沒有表現到很好 對 因為上班數比較多嘛 我們沒有講錯 我們沒有講錯 哎唷 哎唷 對唷 剛好就是蘇拉 哦 哎唷 今天你們是故意這樣發這樣 真的要不要 故意發這樣的一個翻三角關係 哦 真的以為我們是火象星座 我就不會神奇 哈哈哈哈 火象星座他們是比較大膽 對 比較勇於去創新 勇於去做一些比較 我們說可能有一點點離經叛道的事 但是呢 他們就勇於去突破 對 沒錯沒錯 然後但是感覺起來又有點騷包 騷包的部分是因為 其實這火象裡面本身 像是獅子座啊 射手座 其實都是跟表演有關 特別射手座是跟誇張有關的 誇張 對 像我們賭博啊 誇張啊 然後很大的 賭博 對 對 對 也都會 賭博也是需要一點 虛焦聲勢 對 可是你最近比較 比較沒有的態度是 在開始 其實是 真的不太可以籃球新聞的對不對 沒有沒有 我純粹講專業 我一開始還以為你講說話 你是真的講賭博 哈哈哈哈 你講到現在 不要亂 沒事沒事 開玩笑 主要是因為跟大膽啦 獅子他先碰到對手 或是碰到什麼 會有一種 有點虛張聲勢啊 我要做一個樣子的表現 表現欲 所以其實火象星座 本身表現欲是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 就要先問最悶燒的 子萱 等一下 當然 阿滴 他頭髮那麼正常 他只是輸得高而已 我比較瘋狂吧 對 你看得出來 說走就走那種 喔 從哪裡 像我有就是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我們就是 差不多一兩點吧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我們就說 然後就去花蓮 從哪裡 從台北 台中 從台中到花蓮 怎麼去啊 開車 開車 所以 突然說去花蓮就去花蓮 對啊 說走走走 就沒有猶豫的 去花蓮幹嘛 我也不知道 就去花蓮 就開花蓮 然後吃個東西 不到兩個小時 我就回來了 就是說沖就沖 夜沖這種 對 四手說是這樣 四手說就是對於這種 去哪裡啊 幹嘛 突然朋友休啊 或者是突然去哪裡旅行 重心真的很crazy 真的喔 像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是金牛 保守 說走就走 那會不會這樣子 叫球隊 對你這種說走就走的 是不是不應該講出來 出去玩啦 是出去玩 你現在因為講 剛剛講錯了一個 幾個key word 沒有沒有 我是說真的 他真正奔騷的地方 就是他的髮身 你不要看他現在這樣子 他其實每一場比賽 壞一個髮身 有時候我們看會以為 喔是不是顏色退掉了 那哪有那麼快 昨天紫色 今天怎麼就退那麼快這樣 那你總共到目前為止 換了多少個髮色 紫的 我記得有紫嗎 我也嘛 粉 粉也有 粉也有 哇 粉也有 好想看好了 藍嗎 藍 那我請求一下 現在是什麼顏色 現在是什麼 點藍色 對有點 退顏 退顏色 退顏色 有紫色有藍色有退色這樣 對 就是喜歡 稍微一點點高怪 就是喜歡跟他不一樣 就是喜歡有一點不一樣 OK 紫瑄是真的非常色 然後太陽 月亮都在射手 對 你看他外型 內外都很 對 外型就是一個射手座的外型 好 那再來骨毛咧 骨毛有做過什麼 比較大膽 我被追劇從早上看到晚上 都不下床 都不下床啊 又是一個人在床上 對 你當然沒有 不是在床上 去放著而已啊 一個人在床上追劇 一個人 對 可能過年的時候 有放假的時候 反正你放假的時候 只要放假你就 就會想要這樣 欸這樣子 沒有事的話 最近在看什麼劇 我最近在看《火影忍者》 喔喔 動漫 喔喔喔 只看這種 所以這是你的比較興趣對不對 動漫 對啊 也沒有啦 我現在看 不一定 什麼都有看 什麼都有思念 你比較看美劇比較多 羊 羊 好 美劇 美劇 對 皇家天是套洞 尤其又是球員 對 這樣像他記下來 反而可能也是一個 比較不容易的 對啊 而且虎毛感覺 其實真的在床上 對啊 對啊 就虎毛比紫圈 好像很糙耶 真的是 應該改變是真的 你有沒有頭髮放下來 有沒有的時候 有 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你就打得比較好 還是打得比較好 好像頭髮梳起來比較好 真的喔 對 所以開始越來越 你有沒有 真的比較過 你跟孟竹教練 是一個高的比較高 我應該比較高吧 你比較高一點 本來 他比你矮一點 但他頭髮梳起來 那我再梳比他高 然後你就再 到了職業賽場 你就再梳得你比較高 所以你就覺得 兩個人在私底下 在託這些東西對不對 小安他其實以前 一直都是一個 也是很 很內斂的球員 跟他私底下真的不修 比較後期一點 其實真的動作或什麼是蠻好 會比較多 比如說進球員 昨天挑戰 拉拉 三座拉拉三 然後 他一定會做這種 然後彭彭有一個道光 這樣子 照下來的那種動作 但是以前 真的比較少 剛來到這個打球 就換到不一樣的地方 來到職業的地方 所以我就會覺得 好像比較拘束一點 還沒有很熟 跟大家什麼 然後後面就越來 跟大家越來越熟了 然後就比較 對喔 可以 比較可以 稍微可以放開了 對 因為有很多球員 其實 很有興趣在 就是這些 這麼有名的球員 他們 也許在退休之後 他們會想要 做些什麼 還有他們的私底下興趣 那我們就從 最靠去退休的球員 來去做一所推薦的 在沒有打球之前 有想到要當學衣老師 你不要看他現在球打得那麼好 他以前大學的時候 他其實不覺得自己球會打得這麼好 他其實以前 本來想說 那我用哥打球直接當老師 開個 咖啡廳啊 我跟你講他咖啡廳 就是我覺得 你跟回家好一樣 我覺得就是比較想要 憂哉的過生活 就是喝喝咖啡 然後陪陪家人 然後就是比較不會被 沒有實際這塊綁住的 有一個想法 那子萱呢 子萱當然還找得很 對於退休 但是你知道 可以講假設 假設這個假設 但是就是 事事難預料吧 然後 不說 你怎麼會這樣說 沒有沒有 不是 預想 我的意思是 那個時間來了很快 時間是啾一下就過了 但你的興趣 如果說你 你單純從你第一喜歡的事情 應該是開 開一個人 會嗎 那是潮流 潮流的東西吧 潮流的東西 鞋子那些 你有穿過你現在有幾雙鞋嗎 五十幾吧 差不多 五十幾雙 五十幾雙 OK 那 大部分自己買的吧 都自己買 對不對 都自己買 最貴的一雙是什麼 三萬多塊 哪一雙 倒狗這樣 倒狗 唉唷 你有買倒狗的那一雙 它有點水平 就是有一點那種 時尚啊 前衛啊 的這一種 對 真的是本身是有這種潮流感 然後又有色 有 前衛 怎麼了 什麼東西是蘿蜂 可是蘿蜂 蘿蜂 真的 他就上下打兩邊 謝謝 握個手 沒事握個手 握個手 帶來代替教練握個手 來 甭握個手 果媽其實也很潮對不對 嗯 我實在蠻會打 我覺得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一類人 應該是一個比較 只是一個在外面 一個在裡面 對 料理 料理 因為 我從 搬到台南的時候 就是 三餐都開始 自己煮 你會煮 自己煮 這樣很像 為什麼 放到台南就要 就要繼續煮 那麼多東西 你在台北不能自己煮 就是 買 買 喔 OK 不是要住宿舍嗎 好 不是要沒有東西可以煮嗎 就沒有爐子啊 去玩啊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五分鐘 他們兩個自己煮 沒有什麼想問對方的問題 你都出錯 然後他不想喝起來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然後就會追掉你 哈哈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健康餐喔 就是 炒青菜啊 然後 煎雞肉啊 然後魚啊 網路上面看一些 就是人家怎麼煮啊 然後去查一些食譜 我去他那個 沒有 早餐店 你吃過他的骨毛套餐 有啊 我說我要骨毛套餐 好 就真的有骨毛套餐 那時候我們裡面練球 真的喔 沒錯 所以真的 你氣象說有骨毛套餐 就真的來了 對 你有小安套餐嗎 沒有 他問你哪位 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還有其他棒球選手 我比你 你哪位 哈哈哈哈 那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除了你哪位之外就是 你覺得 在你的人生當中 最值得你去全力與付的事情 考教師站好了啦 真的不是這塊 因為 我以前都是不愛讀書 國小的國操 誰愛讀書 對嘛 我們就喜歡打球 誰要來這裡啊 對啊 愛讀書我去打 醫生我們當老師 當律師就好了 就喜歡運動 打球 愛讀書來這邊拿那個 CAMERA在那邊拍拍拍 哈哈哈 愛讀書記者籃球 對 去來直籃公司 對 對啊 誰愛讀書 噗了 噗了 愛讀書aley當星座老師 什麼愛讀書 你不要 大學 教師證的東西就是要 真的要讀書 真的要讀書 所以就發自內心就奋發途強了 就是每天起床吃完 早餐吃完 然後就去 K 書中心 K 書中心 對啦 就叫K 書 一人一個櫃子 是圖書館的那一種 就是一人一個讀書專櫃 你不要在那邊裝沒聽過K出中心喔 我容易受感擾就是 對有東西我就會分心的 所以我就 付錢然後去那邊 真的是 進去讀了 讀了 讀了兩三頁被玩了 然後已經 哇已經晚上了 哇那你跟那個 龍虎那兩三頁也是看了一輩子耶 對啊 那一段就是 還蠻記憶有心的 去美國那時候就是 對 沒想到去美國 哎呦講英文啊 我以為是這個吃土魚 我懂我懂 反正你就說走就走 這時候都是這樣子 在美國的時候要讀英文的時候 就一直在讀英文 對然後讀英文 是那時候應該要融入嗎 去美國之前 五七五一我去補習 只要補一兩個月而已 哇塞那真的要補習 然後再去美國 然後我也是不會 但我每天就是練完球 晚上幾乎在圖書館 自己請那個會講中文的老師 請一個老師 對會講中文的老師 然後跟我講英文 到底要怎麼學習這樣 那這樣子到後來熟練的話 你覺得不行 一年啊 一年 你拜託那天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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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把那個畫面 然後鼓完那個臉 發一個圈 就好 一直發一個大 一直發一個大 其實每個階段都會遇到 不一樣的挫折 但其實都跟 身材特別有關係 哦 沒事 哎呦不是人家 每個街上 哎呦 我真的說人家 昨天 昨天真的 已經很用力很認真 贏了 還要聽話 很認真守 但是 學上還是得了42盒 還是輸了 最重要的就是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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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真心的 你覺得昨天會是代言錯誤嗎 心態就是不服輸 對 就是 我其實也會拿就是 嗯 同位子啊 或是一些學長說比較 韋翰學長啊 然後還有 小安學長 還有 就是他們三個其實 真的會讓我覺得就是 手起來真的是 很辛苦 要想盡各種辦法 而且我還會特別特別去就是 翻之前的球賽出來看 哦 當然我們這個 T1的明星賽馬上要到了 古毛是 鹹發 然後 小安是鹹發 子萱是 也是票的 T1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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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來你們兩個感情真的知道 球網上沒有分 T5跟鹹發 對啊 對 沒有 你要都給你 反正新人王跟冠軍都我們 好目標先講喔 好本季目標 進季后賽 希望可以打到冠軍賽 對 拿冠軍 2.8 新人王 對 重點 主毛本季目標 進季后賽 然後 希望有機會還可以 拿下冠軍 然後 個人目標的話就是 一樣也是新人王 你覺得你的機率 大概是半分之多少 我覺得是50吧 大概是50 你覺得你的機率多少 51 我相信 真的 好那記得喔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一定要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呢也非常謝謝安家老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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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